士兵突击中,许三多行兵三个月后,被奔到了看守游库的草原武班。 在这里,老兵不用整理内务,不用出操,每天就是打打扑克,互相伴随,或是等死,总之,这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但是许三多天生愚钝,班长老马随口的一句话,要许三多树立了修一条路的目标。 凭借这条路,许三多赢得了武班的尊重,也引起了团部的注意,在草原武班生活了半年的许三多最终还是被调回了钢器连。 钢器连是全团的装甲侦察连,也是全团16个连中最具有战斗力的老大,连长高城凭持着点底气,赶就赶提营长的屁股,可见这个连却是不赖,深受全团重视。 而在钢器连的历史上,共力过三次集体一等功,这表示在三次血战中却连着亡超过三分之一。 三次血战中间抵御被战至二十倍,表示在三次血战中,发挥了超越连剑制的战役性作用。 前辈的精神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在入联仪式上,许三多成为钢器连第4956个兵,但许三多并不适合带在狼性氛围浓厚的连队。 他还是和行兵一样傻,一样拖后腿,一样被搬离的其他战士看不起,直到许三多做了333个腹部绕杠,一名惊人,为连队夺得了荣誉。 这时,许三多开始被钢器连一排三八的战士所接受,而在随后的训练中,许三多开始展现惊人的天本,两次获得集团军比武冠架军,一次军军比武获得名次。 在演习中生起老人一头目猿了,去世部作业兼设计事罢的,这让许三多彻底在钢器连站稳的脚跟。 然而此时正能处击金谷的改革,702团团长被世部叫去开会。 这个高级别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重装部队,是否完全适合地裂度局部战争的需要,传统的侦察部队是否能满足C4A战场的要求。 上述两个问题,其实在702团与老A的对抗中,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面对能够把指令下达到每个适应的懒人老A,702团在演习中输得很惨,而刚系连则直接从进攻搜脚被打成了原地防御等待支援的局面。 在这场演习中,老A凭借着一个8人的直升机指挥部和数量很少的特战队员,依靠完善的情报、指挥体系,一直对702团的重要节点予以致命一击。 这是一次机械化部队和信息化部队的对抗,很明显。 刚齐连毫无团守之力。 刚齐连作为装甲侦察连,其实就是有团好的更快,打得更准,以智力坚强的优质战士组成。 侦察连的本质工作,还是渗透于侦察。 他们下场的是肉针,也就是抵径侦察。 然而信息化战争需要能够操作技术性装备,进行侦察的士兵。 但是直到刚齐连被整编,唯一具危机身能力的士兵可能只有最后一个来刚齐连的马小帅刚齐连中结者。 他是从电子营调来的学员兵,马小帅的到来是刚齐连,被改编的另一个伏笔。 面对急需进行信息化改革的军队,刚齐连经过一系列讨核淘汰,将留下的人改编进其他连队。 但刚齐连的分毫并未被裁撤,刚齐连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拥有赫赫战功的连队,是基本不会被裁撤的。 电视局中,许三多要去老A的基地时,迎来了一批新的士兵来到刚齐连,而在原著小书中, 这个游行兵组建的刚齐连,最后,成了团里的电子侦察连。 许三多在第一次实战基督行动后,返回702团,指导员和洪涛对许三多说,齐连现在不是装脚侦察连了, 是电子侦察连,地面作业车,空中几架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刚开始我们也叹气。 全团最能打的部队,就被玩具给顶了,后来,他们效率确实比你们高,高几个数量。 二个原因,日式一团阔,赛是满天星,刚齐连是一把尖刀,对敌人是刺刀,对训练是剃刀,对自己是剃骨刀。 在这个连队的士兵,随便哪个分到其他连队,都能做凤头,这也是成才背叛钢气连,去了红三连的原因。 但是,一个连队的强悍,不代表整个团的强悍,因此钢气连里的士兵其实相当于教导队,把他们分散到其他连队去做标杆,从而带动全团战斗力的提升。 电视剧中,许撒多因为克服不了第一次杀人的心理阴影,又跑回702团寻求安慰,和红涛带他去训练场时,恰逢红六连新兵入联仪式,红六连也将刚齐连传统的入联仪式学来了。 这其实就是老刚齐连的兵在其他哥连开支散戒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竞争太激烈不是好事,刚齐连是702团的尖刀连队。 这个连队举及全团最好的士兵,因此战斗力也是全团最强悍的。 但是,这里也包含着一个有可能让刚齐连衰落的危险因素。 那就是继续问题,成才为啥想要去红三连? 因为刚齐连里厉害的人太多了,连转事官都要整个你死我活。 此外,史金班长的退役,也有这个因素的影响。 本来许三多没来之前,全连的训练标兵是五六一和史金。 但许三多发力之后,这个态势就变了。 原来,优秀的史金,已经被五六一和许三多甩开了。 而部队是指留强者的。 像这样的连队,人才持续快引进绝对是个大问题。 很有可能久而久之,就没人愿意来了。 因此,刚齐连的采撤其实是必然的。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被隐晦地表达了出来。 但是,刚齐连只是一团火,萨是满天星。 正如团长所说,最好的,是拆不散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